60岁的冯小刚,就得了华裔兄弟吗? 以目前王室兄弟二人在股市的行为,以及华裔兄弟股票的实际表现,这哥俩不是在拯救华裔,而是有脱套儿的嫌疑。 而诡异的冯小刚至今不发一声,显然这事儿一点都不简单。 原来对手机二环有些期待,现在似乎看出片苗头了。 无限期平拍印证了一个事实,王室兄弟的帝国吉吉克威。 现在恐怕不是冯小刚能不能救这兄弟俩的问题,应该是谁能救王室兄弟和冯小刚等人。 崔永元私手机二剧组这件事,本来估计连崔永元自己都没想到,只是一个私人恩怨,最大的目的不过是把这个电影《四皇》拍不了,就已经很牛了。 没想到蝴蝶的翅膀笑影出来了,娱乐圈的水就是这么深这么浑,竟然一丝丝出一台大戏。 先是范冰冰挡枪,因为一条嘚瑟的微波被小崔放出四天六千万的大小合同,作为不吭声的冯小刚的挡箭牌意外占据了几天流量,直到在电话里跟崔永元哭诉自己当时年纪小,不知道。 崔永元心软,才算放过他。 但是铺水,淘水,漏水甚至洗钱,程度越来越严重,问题越来越大。 接住,冯小刚和刘振云依旧不吭声,但是华宁兄弟的股票实在太依赖冯小刚的电影情况,应声暴跌。 跌极了的王中磊,王中军兄弟坐不住,开始反击,王中磊在微波上嘴硬,发了这样的微波。 而斗红了眼的王中磊真的是急了,直接在评论区这么对粉丝,真的,这句话让人大叠眼镜,直呼王中磊彻底输了,王中磊山伯都平息不了。 这条微波惹恶了已经两三天不怎么放料的小崔,于是崔永元再次出手,继续撕上了华宁兄弟。 这出大戏的最新番,已经是崔永元给通牒了,最后三天,不自首就放合同。 目前,所有人都最好奇的就是,崔永元那一抽屉的合同,到底藏住多惊天的秘密。 同时也关注住,崔永元这么撕,到底能撕出多大的结果。 真的能如他的愿,先把手机二撕黄了拍不了,然后把娱乐圈的大小阴阳合同现象撕清扯, 再把电影行业的偷逃税和洗钱等行为和公司一个一个撕倒。 冯小刚和华宁兄弟的事情,真的只有他们自己清楚是怎么回事, 但是把一个负债一万多的公司以10.5亿收购, 这种资本游戏要说一切都是符合法律规律,滴水不漏的, 那王中磊和王中军积什么? 所以,不是冯小刚和华宁兄弟谁就谁, 而是看谁能在这波风潮里自保, 顺理渡过难关还能活在娱乐圈了。